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总量的一半都来自于美国 美国天然气出口增长了137% 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数据显示 2022年的前9个月 美国向欧洲出口了 价值350亿美元的天然气 是去年同期83亿美元的4倍多 寒冬将过 春季来临 欧洲是否已经顺利度过了能源危机 相关话题 今天我们邀请到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健先生 做分析和解读 节目一开始通过新闻短片 了解一下最新情况 在俄乌冲突爆发前 俄罗斯是欧洲主要的天然气供应方 俄乌冲突爆发后 随着俄罗斯向欧洲的天然气供应减少 天然气价格不断创下历史新高 在今年夏季 一度升至300欧元每兆瓦时以上 为了遏制价格上涨 欧盟实施了一系列措施 各国政府发起鼓励消费者 在冬季节约能源的行动 减少了目前购置更多天然气的需求 2023年1月2日 天然气批发价格跌至73欧元 比一个月前下跌了50% 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 俄罗斯能源巨头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称 由于俄乌冲突受到制裁 供应被大幅减少 2022年 公司对欧盟和瑞士的天然气出口 下降了55% 欧洲国家目前天然气储备充足 储气水平达到83% 欧洲多国在今年迎来历史性的温和天气 气象据预测 温暖的气候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使得欧洲国家的天然气需求量 将继续保持稳定 对于欧洲国家和地区经济来说 是利好消息 崔先生你好 新年一时 欧洲天然气的批发价值 降到了73欧元 比一个月之前还降了50% 刚刚新闻短片当中也提到 创了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的最低点 您觉得为什么会突然降价呢 我们知道这个实际上2022年 对于欧洲来说 一个主题就是如何应对 能源危机的问题 一方面实际上是受欧洲冲突的直接影响 我们看到欧洲提出的口号 也就是要在2027年之前 完全摆脱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 再一个我们知道 由于欧俄之间进行了制裁和反制裁的斗争 所以实际上这个应该说 确保能源供应安全 始终是欧洲在2022年 最纠结的一个事情 但是总的来说 我们看到2022年除了在9月份 10月份的时候 当时形势比较紧张 因为一方面对欧洲 对资深能够达到天然气储备的目标 心里还没有底 同时我们知道那段时间 天然气价格上涨的幅度非常快 所以让欧洲国家一时之间觉得这个好像危机到来很难应对 但是我们看到实际上从2022年冬季到2023年这段时期 应该说2022年整体来说 欧洲还是对所谓的能源危机 还是有了一些比较好的应对 而且它过冬应该是没有问题 而且同时天空作美 我们看到这个今年比往年它是一个卵冬 所以卵冬相应来说它天然气的消耗 其他能源的消耗用于供卵这一块 就有了比较大的保障 但是我想整个来说 应该说对欧洲整个的能源情况来说 短期内是有一些比较稳定比较向好的迹象 但是对它来说未来长期的一些挑战仍然存在 而且还有可能会变得更加严峻 您觉得欧洲在春季来临 是不是已经暂时躲过了这场能源危机了 短期内我觉得我们首先从一些直观的数据来看 至少一方面它的天然气储备是到位了 而且天然气 里面的需求量也没那么大 对 而且天然气储备的消耗 它比预期的要少 因为我们知道它今又是卵冬 所以它相应供卵以及一些相关的能源耗费 它就不像往年那么大 再一个我们知道欧洲一些国家政府 也要求民众采取一些节能的措施 比如说空调的温度限制等等 这样一些措施实际上也确保了 它今年冬季的能源供应该是不会有大的问题 但是接下来我想过完冬以后 然后进入春季以后 我们知道对欧洲来说 它会进入一个新的能源储备时期 而在这个新的储备时期 它原有的这些 比如说在去年 它短期内获得的这些能源储备 能不能转为一个长期的 可持续的一个储备 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需要去考虑的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 我们知道去年是俄国冲突的影响 同时也叠加新冠疫情的影响 实际上整个世界经济 它都处于一个比较疲软的状态 很多主要的经济体 它处于开工不足的状态 对能源的需求和消耗并不是很高 但是进入2023年以后 我们知道全球 全面复苏 对 全球经济会面临一个全面复苏的态势 那这样对于能源的需求和消费 也会增长 所以这样的话 实际上对欧洲 它一方面在能源转型转向 同时它还要确保能源供应安全 实际上这些任务 会变得比以前更重 而且它还面临着和其他经济体 和其他能源消费方 这个越来越激烈的竞争 在俄乌冲突之前 欧洲40%的天然气 都是依赖于俄罗斯的 双方的这种能源的关系 是高度融合的 但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 其实欧洲也不断地 在找这些能源的替代方 刚刚也提到了 在2022年 欧洲天然气进口总量的一半 都是来自于美国 所以您觉得美国能不能够 替代俄罗斯成为欧洲进口方呢 我们知道其实作为应对和俄罗斯能源脱钩的一个主要的方案 那就是欧洲要大量地进口美国的液化天然气 这个事情实际上在俄欧冲突刚刚爆发的时候 欧美之间应该说就有共识 双方当时达成了协议 美国方面也承诺说 在2022年要拿出尽量多的液化天然气给欧洲 至少要解决欧洲三分之一的天然气的需求 这样来确保欧洲在应对俄罗斯的时候 不至于被能源问题捆住手脚 我们看从2022年整个情况来看 其实美国实际上给到欧洲的液化天然气 要比之前预期的要高 当然同时我们也知道这个成本 就是价格实际上也比预期的要高得多 实际上在2022年的秋季 当时从美国 欧洲从美国进口的液化天然气的总额 已经超过了它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 换句话说现在至少从目前来看 欧洲的能源结构上 它之前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 现在已经部分的被 对美国的液化天然气来说 提大了 所以这样一个背景下 现在对欧洲来说它会比较挣扎 一方面短期它没有办法 因为美国的液化天然气 它第一个是有所保障 尽管价格高一些 但是至少欧美之间它是有协议的 有共识的 对欧洲来说获取上来相对容易一些 同时我觉得对美国来说 美国其实它是有意要形成这样一种 和欧洲的一种新的能源上的一种格局 我们知道美国它现在 即使是世界上主要的能源出口方 而且是最大的液化天然气的提供方之一 所以要把欧洲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 转换为对美国的依赖 这个是符合美国的战略目标的 但是问题现在对欧洲来说 我觉得欧洲现在因为它有一个所谓的概念 它有一个所谓的目标就是 在摆脱对俄罗斯能源依赖的同时 它实际上是要想尽量形成能源独立 这个能源独立的概念就是 它不能过度的依赖任何一方 所以我们看到实际上从去年底开始 欧洲的一些领导人就开始关注这个问题 而且开始呼吁说 欧洲不能单纯的把能源依赖 寄托在任何一个进口方式身上 这里面其实也包括美国 而且我们知道现在后来又加上 欧美之间在贸易 在通道学生法案上的这些摩擦 像这样会让欧洲进一步意识到说 我现在短期内 我处于这个应对危机的考虑 我不得不加大从美国的液化天然地进口 但是这是不是长久之策 那今后如果说俄罗斯现在 在欧洲看来俄罗斯现在是在把能源 作为武器使用来对付 难道美国就不是吗 对 那今后美国呢 美国是不是也同样会把这个所谓的 能源依赖作为武器来对付欧洲 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把贸易工具武器化 把双方的经贸关系武器化 这个概念最早是欧洲人用来描述 当时的美国特朗普时期的政策 你觉得现在美国是在把能源问题武器化吗 美国是不是在把能源出口当作它外交政策的筹码 我觉得毫无疑问 因为我们知道随着美国之前在奥巴马时期搞的 这个能源革命也就是所谓叶元气革命以后 美国已经从之前的主要的能源进口方 转变为能源出口方 而我们知道能源这个东西啊 从来都是具有非常强烈的地缘政治的这个工具的这个含义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美国实际上从特朗普时期开始啊 就不遗疑力的向欧洲推销这个业化天然气 而且为了这个达到这个目的啊 还不惜对德国包括其他一些国家使用 对自己的盟友下狠手 对 要求他们放弃北溪天然气管线 放弃和俄罗斯的能源合作等等 所以实际上从美国的战略目标出发呢 除了在安全上进一步掌控欧洲 然后如果这次借欧冲突啊 能够达到能够形成欧洲和美国之间一种新的能源关系的话 那毫无疑问 那就等于是在安全这个主要的抓手之外呢 又有了能源的这样一个手段 但我想对于欧美之间来说 对欧美关系来说 双方实际上长期都处于一种博弈的状态 尽管双方互为盟友 但我们知道欧美这种盟友关系啊 实际上它的内涵呢 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 就一方面呢 他们在有些领域 在有些方面呢 的确他们是同身相求 他们是同气联支的 但是在另外一些领域 实际上尤其在涉及到利益问题的时候 双方实际上斗争啊 也是很激烈的 面对欧洲艰难的处境啊 美国还是在这个不遗余力的耗羊毛 我们看到这个俄罗斯的副总李诺马克 最近也表示说 俄罗斯是有意向通过亚马尔欧洲管道 恢复向欧洲过应天然气的 所以您觉得欧洲跟俄罗斯之间 是否达成了某种默契 或者说某种协议 我觉得首先啊 对于这个 对于欧俄这个能源关系来说啊 欧洲内部呢 其实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 一致的立场 或者说对策 尽管我们现在看到欧盟啊 它是有一个统一的目标 比如说要摆脱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 而且现在有些国家呢 实际上走在前面 你比如说我们知道最早 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 就率先实现了所谓的 切断和俄罗斯的能源联系 然后最近呢 我们知道比较引人注目的就是德国 德国我们知道在冲突之前呢 在欧洲国家里面呢 是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 比较深的一个国家 但是我们看到现在 它第一个石油和煤炭 几乎已经实现了从俄罗斯的零进口 那紧接着2023年 德国的目标呢 是要在天然气上 几乎要切断和俄罗斯的联系 但是除了这些国家以外呢 我觉得现在对欧洲来说 还有一些国家 它实际上 无论是从现实利益上来说 还是从它的政策目标来说 它没有那么强烈的一个动机 要摆脱和俄罗斯的能源关系 你比如像熊亚利 比如说还有一些中东欧国家 一些南欧国家 因为他们和俄罗斯的这种能源合作 一个是时间长 再一个呢 对他们来说是有好处的 所以我想这个 现在啊 实际上在双方的能源关系中啊 实际上还有很多微妙的地方 尽管看上去这个趋势 好像是朝着 俄俄能源脱钩的方向去走 但是下面的细节啊 往往呢 我觉得会有一些这个矛盾的地方 当然我想对俄罗斯来说啊 他不会放弃 就是把能源啊 始终作为一个手段 或者说作为一个诱惑 向欧洲传递 因为这样的话 面对一个 意见并不同意的欧洲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策略是始终有效的 下节新闻电视台继续带您关注 2023年欧洲经济能否脱困 相关话题稍后分析 又会见 新闻电视台欢迎您回来 进入2023年 欧洲仍然深陷经济严冬之中 能源危机 通胀高企 制造业萎缩等多重压力 给欧洲经济复苏前景投下阴影 欧盟委员会预测 2023年欧盟和欧元区 国内生产总值 均仅增长0.3% 远低于春季经济展望报告中 均增长2.3%的预测 不少分析机构则给出了 更为悲观的判断 甚至认为 2023年欧元区经济将陷入负增长 国际能源署最新发布的 欧盟在2023年 如何避免天然区域短缺报告 对欧洲能源供应形势敲响警钟 报告指出 欧盟在2023年 仍面临近270亿立方米的 天然气潜在短缺 约占欧盟天然气基准需求的 6.8% 通胀方面 欧盟委员会预测 2023年通胀率将有所下降 但仍将处于高位 欧盟通胀率或为7% 欧元区或为6.1% 制造业方面 2022年12月 欧元区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终止为47.8 法国 德国的数据分别为 49.2 47.1 均处于50荣枯线之下 处于萎缩状态 欧洲舆论认为 2023年1月1日生效的 美国通胀削减法案 推出歧视性巨额补贴政策 将进一步吸引欧洲制造业 特别是电动汽车企业 将供应链转移到北美 加剧欧洲的去工业化 造成制造业就业岗位的流失 危及欧洲的社会稳定 和经济长期发展 2022年对欧洲来说是失忆的一年 那在此基础上 2023年欧洲的经济 又会面临哪些挑战呢 我觉得首先呢 这个对欧洲经济来说 2023年和2022年相比呢 它有些 比如说内外环境的因素呢 并没有改变 它仍然是一个持续的状态 你比如说短期内啊 这个欧欧冲突呢 看上去是不会停止 那由欧欧冲突带来的能源问题 带来的这个输入性的通货膨胀问题 在2023年呢 它至少还会持续一段时期 而在这个背景下呢 欧洲一些国家啊 包括欧央行 采取的一些财政和货币政策啊 它也不得不延续 你比如说对多数国家来说呢 它还是得去 以这个应对通胀 为主要的政策方向 那如果这样的话 那对于比如说刺激经济啊 比如说放宽财政政策 这些方面呢 它的约束就越来越大 那同时呢 从货币政策角度来讲呢 欧央行呢 还会持续加息 因为这个一方面呢 仍然是以一直通胀为主 同时呢 对欧央行来说 它还要应对 由于美联储不断的加息 给欧元带来的巨大的 这个贬值的压力 等等 所以我们看到 至少啊 2023年的上半年 我觉得欧洲的经济困境呢 还会持续啊 包括能源的问题 包括通货膨胀的问题 也包括这个欧元汇率 以及这个 由于欧欧冲突带来的 这个外贸 对外贸易这一块 很难有实质性的 或者说进一步的增长 所以因此呢 市场信心呢 我觉得还是会处于一个 比较压抑的状态 如果说 2023年啊 对欧洲来说 如果有一些什么 经济上啊 有一些什么 可以期待的地方的话 我觉得 比如说啊 在挺过了上半年以后 看看下半年啊 这个 你比如说 如果能源供应这一块 刚才片头里提到的 如果这个潜在的 这个供应缺口啊 能够得到 比较好的保障的话 我想能源这一块的 这个 这种担忧啊 会逐步的消除 这样的话 对市场会带来一些 这个利好的这样一些因素 同时呢 我们知道这个 欧美之间 在通胀学生法案 这个问题上 双方的这种争论也好 博弈也好 如果在2023年 上半年有一个结果 我们看到之前呢 双方经过了多轮的谈判 甚至这个领导人之间 也有过面对面的交锋 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呢 还是悬而未结 从欧美 从双方达成的一致来看呢 今年上半年 就2023年的年初 双方要自力于解决这个问题 我想如果双方啊 尤其是美国方面 愿意做出一些 妥协或者让步的话 那我想对欧洲经济的 外部环境来说呢 应该说也会有一些 更稳定的信号 在1月3号的时候 根据外媒的报道 欧盟委员会已经收到了 来自意大利提交的 第三批190亿欧元的 下一代欧盟的 这样的一个复苏资金 这么大规模的复苏资金 具体会用在什么样的地方 我们知道实际上 除了这个 眼前的乌克兰危机以外 现在整个欧盟 它实际上还在执行 之前由于受到 这个新冠疫情的影响 它所提出的 这个经济复苏进行计划 这个整个一个的 实施的这个程序中 尤其是它主要针对一些 受新冠疫情比较严重的国家 包括像意大利 像一些中东国家 一些南国家 进行重点的扶持 我们知道这个 维尔这个经济复苏计划 实际上在欧盟内部 始终是有争论的 包括之前意大利方面 我们知道 由于它的这个政治变化 当时呢还 欧盟方面还有些有犹豫 担心的这笔钱 达到意大利去后 可能用不到合适的地方 而且也担心啊 这个一些国家的这个政府呢 对欧盟的反对的立场 越来越强 那欧盟如果再对他们的 经济进行投入 那可能就是 那可能就得不到 相应的一些好处和回报 根据这个欧盟的经济复苏的 经济复苏基金的一些目标呢 它一方面呢 是要重点补贴到 这些国家的一些 比如说像公共卫生 医疗 比如说一些 这个基础设施的项目 同时呢 欧盟呢 其实还有意思的 把这些资金的用途呢 和它未来的一些 产业发展战略呢 进行了捆绑 比如说 两个主要的投入方向 涉及到 比如说绿色转型 要在这些国家呢 大量的去 开展一些这个 新能源啊 能源转型的 这样一些这个项目 同时呢 它还有涉及到 比如说像 交通运输领域的数字化 以及这个原有的一些 产业的升级 升级换代和改造方面 所以我想接下来啊 对意大利也好 对其他的一些 主要受到欧洲经济复苏基金 援助的国家 要确保它的用途啊 要落实到这个欧盟的产业规划 欧盟对未来经济发展的预期里面 我觉得双方还有一个比较长期的博弈的过程 所以您觉得这个复苏资金能否起到相应的作用 或者说这笔钱够用吗 应该说实际上 我们知道这笔复苏基金啊 它是 同它的这个通过到它的投放 它是在俄乌冲突爆发以前就开始了 换句话说呢 它是符合之前 欧盟对它的一个经济发展的预期的 比如说我们看到这笔资金 它之前在绿色转型领域的用途 它主要是用在大力发展新能源 要加快能源转型 要尽快地去 这个尽快地减少传统能源的使用 但是欧欧冲突爆发以后呢 实际上我们知道有一些政策目标呢 就受到了很大的干扰 现在在欧盟多数国家来说呢 短期内啊 能源供应安全的目标 换句话说 无论是新能源还是传统能源 只要有能源 就是最好的 所以这样一种观念呢 会占据上风 所以现在欧盟内部呢 也比较纠结的一个问题就是 之前设定好的这些资金投入的方向 包括具体产业发展目标 在乌克兰危机的影响下 它怎么样去获得平衡 比如说有些国家 可能会把这笔钱 用在去解决短期的能源供应的问题 而不是能源转型的问题上去 那这样一来的话 可能会让欧盟呢 这笔钱的用途啊 会违背初衷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呢 我想一方面啊 其实这个钱的用途很重要 而且同时呢 连续性很重要 对 延续性很重要 而且我们知道 因为在这样 在目前这个经济衰退风险加大的背景下 财政吃紧的情况下 对多数欧洲国家政府来说呢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它自有的 它已有的财政支出 在扩大 在增加的同时 它是不是会把欧盟的这笔钱 拿来补窟窿 其实这也是这个欧盟啊 在继续拨付这笔资金 给这个一些所谓的重债国 我们像包括意大利啊 以及其他一些南欧国家 他们本身的这个政府的债务负担 比较重的时候 他们所担心的一点 所以我想接下来啊 双方在这个资金使用的用途 资金的这个这个足量 足额足时播放这些问题上呢 还会有不断的博弈 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啊 德国总理舒尔茨 包括欧洲理事会的主席米歇尔都访华 而且法国总统马克龙也表示 在2023年有意来访问中国 所以您觉得这些欧洲的领导人 纷纷来华访问 是否也说明想从中国来找寻 经济复苏的密码 毫无疑问啊 我觉得我们从2022年下半年到现在 包括整个2023年 我想中欧之间啊 高层交往的这个势头啊 会一直延续和保持下去 这个后面的背景呢 我想一方面呢 是我们知道三年的疫情 应该说给双方的正常交往呢 带来不少的影响 那现在呢 随着双方的这个 在防御这个措施和状态上 不断的对接 我想今后啊 会逐渐的恢复到一种常态化的交流 当然同时呢 我们看到欧方呢 现在释放出更多积极的信号 当然毫无疑问 它是越来越看重 中国方面啊 在接下来为欧洲的 经济稳定和复苏 能够提供一个可靠的 持续的一个支持 这方面他们是非常看重的 尤其是我们知道现在 在欧美之间 威尔这个通胀学生法案 以及其他问题 现在这个矛盾越来越多的时候 我们看啊 尽管欧洲之前 对中方也有不少的抱怨 但是经过这三年下来 这美方对华态度是有所不同的 中欧之间的 无论是供应链 产业链 还是原有的经贸合作基础 还是非常稳固的 而且这个韧性十足 所以两相比较之下 我觉得欧洲其实心里有数 就是这个时候啊 真正困难的时候 或者说需要帮助的时候 中国呢 仍然是最可靠的伙伴之一 好 非常感谢崔先生 有相关话题的点评和分析 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见识谈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